Hello 大家好 我是你们的陈老师 欢迎来到陈老师的每周手游推荐系列 那么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款手游叫做 小心点僵尸跑者 依旧的话可以在误犯游戏厅去下载 这个游戏的话是个单期游戏 而且是破解版 那么陈老师的话我把所有的人物都给解锁了 那么咱们选个妹子 给大家先去玩几把 我个人觉得这个游戏还是不错的 就是躲僵尸 然后拿钥匙 然后逃跑 好 这边的话大家可以看到一下左上角 左上角的话这个箭头代表是我们要走的方向 这个有一把钥匙 它现在是灰色 我们要找到这个钥匙 先吃到这个钥匙才能逃走 这边的话这个箭是翻滚 僵尸的话靠近僵尸的时候 他们会过来追我 比如说像这边的话 就是被它抓到的话就是没血了 总共的话应该是可以承受三次伤害 这一步的话咱们先去找这个钥匙 找到钥匙之后 咱们可以直接按着箭头的方向 直接是躲进这个绿色里面 不是 应该是逃出去 直接的话就是通关了 当然了 这边的话 因为我们这边是破解版 所以说咱们可以买一些东西 比如说我买个摩托车给大家做一下示范 这波的话那么陈老师的话 我开局我开局直接摩托车骑起来 直接摩托车 这波非常的潇洒 非常的潇洒 咱们还是直接去找这个钥匙 但是咱们这个 现在的话就不能进去 因为它要找两把 要找两把钥匙 然后我现在只找到一把 还有一把钥匙在下面 这边有个箭头指示的方向 完了完了完了 吓死了 但是我个人觉得 好 这边有一个冰冻 很好 它这边有 游戏当中也是有道具的 然后的话当然了 咱们的话 下面一关的话 咱们把道具都买一点 我们可因为是破解版 所以说我可以把所有的道具都买过来 但是所有道具都买过来 屏幕的话就是比较战的 就比较难 所以说我们开局直接摩托车 开局直接摩托车 好 这一波指着这个道具点 然后这边它地图上会有随机这个补血点 完了完了完了 这波 好 这波我们先把冰冻给放掉 完了 好 这波赶紧走 好 先去拿这个钥匙 这一关越到后面它需要的钥匙越多 这边需要三把钥匙 我们跟着这个箭头走就行了 箭头走就行 比如说这边火焰 火焰的话就僵尸会着火 它就非常痛苦 我们拿到了第二把钥匙 第二把钥匙 还有一把钥匙的话 我们要指向箭头 这一波这个道具我还没用过 有些道具 这波的话应该是加速跑 好 加速跑 加速跑 好的 这边是补血 但是我们现在血量是非常的健康 走这边吧 音乐的话我觉得也是比较的 挺好听的 这个是什么 这个是什么 这个是武器攻击 然后这边的话 这边 好 这边还有我们最后有个补血 但是我现在血量是满的 然后这波的话我们找出口就可以了 找这个出口 大家这个地图的话怕迷路没有关系 因为按照左上角的这个箭头子就可以了 左上角这个人物下面不是有个箭头 按照这个箭头子就可以了 好的 咱们再给大家打一罐 再给最后一罐 最后一罐的话咱们道具的话 买个什么的 补血的买一个吧 补血的买一个 摩托车我觉得一定要有必要买 然后再买一个火焰就可以 这三个就够了 好 这一关有点难度啊 要寻找四把钥匙 那么越到后面这个难度就越大 好 开去直接摩托车 来来来来 直接摩托车啊 有钱任性是吧 这一波直接第一把钥匙 好 但是它这个是有时间限制的 哎呦呦呦我的天 这个绿色的话不知道是什么东西啊 好 这波第二把钥匙 好的 跟着箭头走的话就比较简单了 哇靠 这边直接一个火焰啊 保护一下自己 好 第三把钥匙非常轻松啊 好 第四把钥匙 第四把钥匙的话完蛋了 我感觉这一把有点悬啊 这一把有点悬 这一把有点悬 哎哎好 第四把钥匙找到最后 最后的话咱们要去找这个出口啊 哎呦完了完了完了 还好还好 这一步啊还是比较轻松的嘛 对不对 那么的话这个游戏暂时给大家试玩到这边啊 它总共的话是有这个40关啊 总共是有40关 所以说的话我个人觉得这个游戏的话 大家可以慢慢自己去探讨一下吧 去解锁一下啊 去自己试玩一下 我个人觉得还是很休闲的 好的 本周手游推荐也是给大家做 这边我们下个视频再见了 拜拜 拜拜